腓利门书 这封信是保罗坐牢期间写的 也是新约中保罗写的最短的信 别看内容少 它却是保罗最具爆发力的一封信 把这封信的细节拼在一起 就能看出事件的背景 腓利门是哥罗西城一位富有的罗马公民 当保罗在以弗所宣教时他们相识 腓利门因此成了基督徒 后来保罗的同工以巴伏在哥罗西建立了教会 腓利门成为这间教会的领袖 并在他家里聚会 腓利门像罗马所有的家主一样 拥有奴隶 其中一个叫阿尼西姆 一次他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阿尼西姆在某些地方得罪了腓利门 也许是偷窃 也可能是欺骗 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 但不久阿尼西姆就逃跑了 最后他去监狱找到保罗 可能是向他求助 在这个过程中 他成了基督徒 并成为保罗的得力助手 保罗写这封信时 察觉到自己的处境艰难又微妙 他不但要请腓利门原谅阿尼西姆 接纳他回来 并且要把他看作是一位主内的弟兄 而不再是一个奴隶 怎么办呢 保罗先从祷告开始 首先赞扬了腓利门 为他对耶稣和众人的爱心和信心向神献上感恩 然后他为自己接下来的请求讲了一句铺垫的话 愿你与众人分享你的信心时会产生功效 使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中间的一切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此处的关键词分享 指同伴 团契 希腊文写作 意思是分享或共同参与 当有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接受某样事物 并彼此分享时 他们就成了同伴 保罗说 对耶稣忠心就是看待所有的信徒都是平等的伙伴 共同分享从神而来的爱和恩典 对保罗来说 在耶稣的门徒中与人成为同伴的经历 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更是在人际关系中的行动 保罗表达完这些铺垫之后 终于提到了阿尼西姆 他说阿尼西姆在监狱里成了他属灵的孩子 这是指保罗引导阿尼西姆把自己的生命和忠心献给耶稣 现在他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了 阿尼西姆一直在监狱里忠心的服侍保罗 保罗很想把他留在身边 但保罗知道 既然阿尼西姆和腓利门都自称是基督徒 他们之间的冲突就需要解决 所以保罗大胆地请求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回去 并且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在主里是亲爱的兄弟 这个建议其实让人很难接受 因为按照罗马法律 腓利门绝对有权惩罚阿尼西姆 甚至把他投进监狱 但保罗不仅请腓利门原谅阿尼西姆 还要欢迎这个从前的奴隶回到哥罗西 并像家庭成员一样得到平等的对待 这种做法已经不止于仁慈 简直闻所未闻 让奴隶得自由 还要带他们像家人一样 这完全颠覆了罗马社会秩序的现状 凭什么腓利门要这么做呢 保罗在此做了一个智慧的表达 重提开场祷告时的关键词 他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从这句话可以看到 保罗活出了福音的核心 首先就是和好 就像他对哥林多人所讲的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保罗把自己换位到耶稣的角度 亲自承担阿尼西姆犯错的后果 他愿为此付代价 好让阿尼西姆与腓利门和好 不过保罗的建议远高过法律行为 关注的仍是同伴 阿尼西姆腓利门和保罗 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同样都需要被饶恕 因为在十字架前 人人平等 这意味着 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之间 不再是主仆关系 在基督里 他们是一家人 是弟兄 正如保罗对腓利门 和整个哥罗西教会所讲的 在此并不分 希腊人和犹太人 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 奴隶和自由人 唯有基督是一切 也在一切之内 保罗在信的结尾表示 他坚信腓利门一定会做的 比他要求的更好 他请腓利门为他预备一间客房 等他一出监狱就去拜访对方 最后是一些问候 信就结束了 保罗的腓利门书如此有影响力 原因有很多 在保罗书信里 只有这一封没有明确提及 耶稣的死和复活 这并不是保罗粗心大意 他不需要用言语来解释十字架 因为他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 表达出来了 保罗亲自演示了十字架的含义 他使自己成为阿尼西姆和腓利门 与神和好的途径 也使他们彼此和好 这封信让我们看到 耶稣福音是非常个人化 却绝不是私有化的 事实上 腓利门和阿尼西姆 如今在基督里的弟兄关系 让他们的主仆关系 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基督的家中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领受神的恩典 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群体 或者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所说 是一种新的人类 人们的价值和社会地位 不再取决于种族 性别 社会或经济阶层 在基督里 都是新造的人 是平等的同伴 一同透过耶稣 分享神的医治和怜悯 这就是腓利门书的精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